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展到杀人越货 直到2003年被抓捕归案 9年时间里他们先后犯下恶性案件 共34起 共杀害45人 堪称东北最冷血的汉匪 2003年7月14日 沈阳警方经过多年的调查后 终于将王强抓捕归案 警察还发现王强犯罪期间 还有一个特殊的癖好 就是选择作案对象的时候 专挑公园里谈情说爱的情侣下手 当时负责审理一次案件的犯罪心理学家 做出了分析 这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由于他从小缺少关爱 所以他的内心会仇视他人的幸福 还有一个原因是 他的妻子与他离婚 所以故意用残忍的手法 残害女性 最终在2005年 王强被判处了死刑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 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